说起来不知是巧啊还是不巧 我们闻到这是前段时间跟我说到日本的寺庙 对去玩了其实是去旅游去玩 传修刚刚离开没几天 对日本就发生大地震 但是我觉得我的以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啊 这一回或者以前的接触的经验 我其实某种 当然如果不是知道有这么危险的一个核危机之外 大致上对于地震 当然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因为我认识的日本人 我都很喜欢 可是同时你又觉得很可以放心 我这个讲法听起来很奇怪 有点像什么 我注意到前阵子纽约时报的一个很有名的驻外记者 叫Nikolas Christophe 对他曾经95年的时候 是纽约时报驻日本的最高的这个财主 他写一篇文章 我觉得就写得很好 他写一篇文章说我们要同情日本 但是接着你会敬佩 他说他95年在访问板神地震 他说他带着一个典型的外国记者不怀好意的心情 想到处看看有没有人趁机暴乱打砸抢 没有他很失望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店 那个店刚给两个人打劫了 他就幸灾乐祸的问这个店主说 哎怎么样给自己国民趁火打劫的感受是什么样 那那个店的老板说 谁说我是给国民打劫 我是给外国人抢的 因为这去日本人的在这一次地震里面的这个表现 就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对这几天也很多人讲 咱们可以看看几个照片 这个佳腾看到不然会不会受刺激 这真是一片废墟 有更严重的 有更严重 一片洪荒 我们再看下面 你看这就是在操场上画出这么个排队的一个轨迹 就说这个日本人现在的这种集体性 然后再看下面 当然了 这都是黯然神伤 就说你像你从这个刚才加藤讲这个细节 就是他要这个时候要离开日本 都会被人骂是非国民 你说你就可见 对你想想看当年板神地震的时候 很多国际吵架 就抛日元嘛 觉得日元肯定暴跌嘛 但是没想到在海外的日资 蜂拥回国去抬日币 所以日币当时板神地震的时候 日币是没有跌反而升了